他在当选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了以后呢 他一直讲民主金党叫做民主澳部党 有没有 到昨天还在讲什么五大澳部 人家五大澳部出了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你一直说人家出澳部出澳部 我就不懂啊 那你国民党这次的这个提名作业呢 到底是什么好部才是澳部吧 明明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了以后 本来国民党的气势如虹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少了一两百万人出来投票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各位啦 这种纵然少了一两百万人出来投票 那么县市总的习师被国民党拿了很多 但民进党在各县市的议员习师还增加了38席 国民党少了28席啊 然后呢国民党的得票率没有精没有争 反而减包括侯友宜 自己在新北市还少了一万多票 所以我那时候看出来是 不是国民党赢 是民进党输 为什么你的支持者不出来 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民党要反攻自行 所以民进党要做了 这个从这个等下败选了以后 整整花了三个月 朱立那个赖清德在做的事情是反省自己 那这个国民党要做什么事 国民党请问一下 他从这个林明珍的立委补选失利了以后 他在做什么事 他在检讨别人耶 他的检讨别人一个是反省自己 一个是检讨别人嘛 然后呢兵败如山倒 刚好昨天很多人都在讲 如果侯友宜的民调没办法到三成以上的话 他就GG了 哎呀三成哎 这么巧你知道吗 然后我看了连续这么多的民调 赖清德大概都稳站在三十几% 没有掉下来 对 突然间就掉下来了 对啊 侯友宜做了什么 侯友宜做什么 侯友宜跟那个朱立仁做了什么 难道是因为他们做了 去伤害郭台铭的事情吗 所以侯友宜的民调就大高 大幅度的上升 然后赖清德的民调就下降吗 那么没有关系 你们继续这样玩 你们继续去讲说 那个去网路上面呢 骂你国民党 骂你侯友宜 骂你朱立仁的这些人 都是1450 都是绿营车里 你们继续讲 这些包括刘家常在的 这些人的愤怒只会往前冲 我告诉各位 愤怒 愤怒靠那个选举啊 靠的不一定是爱心 你知道吗 不一定是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这个候选人 我不一定会去投票 我一讲我什么事情 我要做行李 我要做什么 我就不一定会去投票 但是我的愤怒 一定会让我去投 跟你敌对的这个票嘛 对 所以呢 在这个事情里面呢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朱立仁要这么做 给人赢的去赢的福 在去年选举完了以后呢 绿营跟民党支持者呢 事实上是非常心情低落 大家心情会恶劣到极点 对 可是朱立仁 却在侯友宜身世高涨的时候 却在民进 国民党有可能 在这个所谓的区域立委 在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 大胜的时候呢 他在提名作业上 卡了三官 先什么党内 党内这个自己先征召 在第二阶段跟郭台铭 第三阶段再去跟 这个等于说柯文哲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不是让 整合过程当中的分裂 跟这个分歧 跟那个不同的意见 不是又打撞一次撞一次撞一次吗 加剧嘛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去跟郭台铭讲说 我可以前刚独断 各位前刚独断出现在什么时候 出现在皇帝的嘴巴里面 皇帝说我前刚独断 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说了算了 习近平就算了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 那个朱立仁既然说他前刚独断 他又说 他们的总统跟候选人 要去问包括这个 等于说国民党的这些政治逃囊 后来跟郭台铭讲的是 县市长跟立委 我不知道有没有立委参选人 你口中的这些牛鬼蛇神 我告诉你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 国民党真正的陆军所在 这些人 你侯友宜打电话 你以为打通电话请人家协助 就OK啦 你要带什么东西来 我就坦白的 你侯友宜到时候要带什么东西来 侯友宜真的要是叫小孩 真的要是想要 得到最多国民党的 这些政治地方领袖的支持 我让侯友宜第一天我长导 拼去南投去堵和胜丰 去跟他拜托 你不是应该这样做吗 你不是应该三顾茅庐吗 你不是应该这个等于说 化清 把彼此的旗舰 然后展现最大的一个诚意吗 何胜丰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很简单 何胜丰跟林明正的关系最密切 他的哥们兄弟 被你这样搞 你知道吗 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侯友宜背弃他 不要他 也不来参加 最后 当然侯友宜有去参加过一场 可问题是他最需要的是 那个潜潜之夜嘛 所以人家才会 你去做你的轻轨 所以人家才会认为说 你心根本就不在国民党 你心的也不在我兄弟这边 我当然跟你闭名嘛 很简单嘛 人跟人是这样嘛 所以朱立伦 你自己把这一场局 搞成这个样子 我不相信 民调看的是趋势 不是那些什么数字起起落落 民调的趋势 从何事 从这个等于林明正落选到现在 侯友宜 雪崩式的下滑 崩到最顶点 还是你这个中广战斗兰的领袖 赵沙康所做的18% 38%掉18%很容易 我不相信 18%要回到30几% 有这么容易 是来明显怎么样看 音乐人刘家昌 他那样的一个表达是属于 属于比较深蓝族群 他们的心声是不是 那是不是也相对的 导致现在 侯友宜的网路负面声量 整个冲高吗 其实初选结束 大家难免都有情绪 有不满的 也有替郭董抱怨的 然后也有人认为说 侯友宜跟深蓝修补不够 包括初选过程中 没有去跟韩国瑜 韩市长去拜会 相关确实都有 难免因为初选过后 你说现在就是大家 一片祥和 一片团结 讲团结 当然 说不说 就好听 可是还要做整合 我觉得刚好 趁着郭董去日本几天 大家喝几杯清草茶 降一下火气 国民党中央的脸书一公布 我刚刚上去看 九百多则留言 确实有很多很多情绪 在骂的 甚至说要转头柯文哲 这是很大的危机 你会看到YT在看 YT一个网红 比特王出任务 那是相对比较挺蓝的 非常蓝的 这几天都在公布 都是柯文哲的影片 点阅率都是几十万的 现阶段 包括原本挺郭台铭的 现在某种程度会转 转头像 确实会转头柯文哲 对侯友宜来讲 安内在揽外 第一个第一圈 他要跟县市长先巩固 就说 当然你说卢市长 没有表态 有 他第一时间 包括礼拜三 侯友宜正式征召的时候 当天下午到晚上 侯友宜一一打电话 给所有的县市首长 执政蓝军的部分 都打过一圈 都没有问题 包括 包括云林 云林县长 张一善 都有全部都打过了 县市长第一圈 那接下来包括巩固 包括 县市议长这一些 都要 然后包括立委 提名人 这叫第一圈 先安内 那揽外的部分 郭台铭算内还外 我觉得都要 不论是内或外 郭台铭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 现阶段都要赶快联系 回来之后 包括协调 怎么去做沟通 我认为是这样 郭董难免有情绪 身边难免有情绪 可是 郭台铭虽然第一时间 在脸书说 表态挺侯又宜 可是你认为 柯P不会有动作吗 柯P搞不好第一时间 郭台铭回来的时候 去接机 甚至说 虚位以待 我今天听亲民党的人 民众党的人讲说 那如果假设 柯文哲愿意担任 护手 让郭台铭担任政的话 会不会变成 柯郭整合 会不会这样子 我不晓得 因为未来几天 还是属于一个 现在反而你们在 插在蛋 等着民众党出招 未来几天 升到下礼拜三的时候 还是属于一个 惊涛骇浪的时刻 像这几天 虽然台北一直在下雨 可是希望下礼拜 可以出太阳 日本的青草菜也不错 吃吃生鱼片 回来后来 心情好的时候 搞不好整合就有机会 那如果 这几天又撩拨起来 火气又起来的话 你就给柯文哲 更大的机会 我觉得说 如果郭董跟柯文哲 真的让他有整合成功的话 那这国民党 当然很大的伤害 因为毕竟 蓝白之间的选票 还是重叠度很高 对啦 梅文杰 因为这个文川会很明显 你把自己的知识 都打成绿营侧 那他们一定是更愤怒 更生气 那也难怪 这些森兰族群 刘家昌 他们会说 那你郭台铭就独立参选 对不对 绝对要帮你连署 其实这个就是 国民党最大的噩梦 有没有可能 郭柯整合 甚至郭柯配 我到今天都还不能 这个完全排除掉 为什么 请注意看 柯文哲也说 99.99% 他会参选 那个万分之一% 就在等郭台铭 没有到最后一刻翻牌 你不知道 为什么柯文哲在 你想想看 抢先宣布说他要选 然后就马上 声援郭台铭 对不对 那说现在等他一两天 萧萧火气再讲 那之后呢 为什么有民众党放话说 其实柯文哲也可以来搭配 OK 那以郭董来讲的话 很简单嘛 生意人他就是要算嘛 本来我是认为说 他要嘛 他就是代表国民党出来 才有慎选的可能嘛 比如整合了郭柯配嘛 那现在朱立伦 把一盘棋玩臭了玩死了嘛 那除非搭档柯文哲 好 这个时候郭台铭 其实应该量量的看 你知道吗 他就看啊 民调啊 到要登记之前好久一段日子啊 那如果这民调 真的是被柯文哲操作成功 民调显现出气宝效应 那我请问你 有机会一搏的时候 首付的复仇会不会来 有可能嘛 我们郭董跳票又不是第一次 老虎军团郭粉多为他不舍 所以他只要看 如果有机会操作气宝 真的从国民党那边 再挖个十几%过来 他为什么不可以来郭柯配 来搭配一搏呢 所以话还没有到最后不知道 侯友宇我相信没有理 没有办法来整合柯文哲 那你把国民党搞成真的是真正的政胆政治 到最后选票的小三 那朱立委员是不是也毁了 所以在这方面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来想想看 但是我只能说啦 话出来就是说 贴台最后这样子民调 你如果政治历史的结果是怎么样 而满步在侯友宇未来的是 他的空战能力不足 他的组织战方面 他面临了重大的分裂 还有最重要一点 我们都没有想到今天是下大雨对不对 请问一下他现在到选举有多少个月 八个月 我请问你难道他要绕跑八个月吗 九月份在请假 那我请问你 他比之前的侯友宇那个谁 韩国瑜还可恶哦 那所以这个时候再下来就是台风 台风嘛 可能有水灾 可能有汛旗 可能有天灾人祸 可能有治安事件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侯友宇你要专心去选你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而且不是只有他落跑 他的副市长要请辞 他的副秘书长要请辞 他的法治局长要请辞 全员落跑 那我请问你哦 这个效应结果是什么 你市政搞不好 你搞国政 然后你这个 讲完来看完完 那所以到最后结果是什么 这个效应不是可能 新北市台湾最大的票仓 他会大败 那种非常不负责任落跑 国民党已经是从朱立伦到韩国瑜 到现在的侯友宇 跑跑跑 向前跑 连山跑 你觉得选票到最后会不会跑光光 这蓝军的大分裂 现在就是侯友宇要去面对 只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去解决 还是说他现在根本就是无力解决 但是现在蓝军的愤怒值有多高呢 姐明哥我们看到这个 侯友宇网路的这个正负面的声量 趋势图可以看出 这个负面声量真的是冲高 然后是什么样的负面内容呢 包括就是唯一支持郭台铭有33.9% 然后呢 居然罢免侯友宇也出现了 有12.1% 再来呢 改头客问者有11.3% 怎么解读这些网路的数据呢 好 这三件事情没有一件事 对侯友宇是一些好事 那当然这里面也看到了 正面声量有拉起来 但是重点事情 这负面声量呢 是比正面声量基本上多了一倍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的 大家想这件事情啊 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踩在郭台铭的先选 我问他一个问题啊 我们把场景回到韩国瑜跟郭台铭的 那时候的这个初选结果出来 那么韩国瑜是赢了 郭台铭是输了 所以郭台铭就很生气 那现在郭台铭也很生气 可是那时候的声量 是支持郭台铭 还是支持韩国瑜 哇 全面支持韩国瑜啊 大骂郭台铭啊 你这个真的没有那个 就是韩流了 对 没有那个 就是你知道 你没有那个正当性 好 我们再回来这一次 那次侯友宇呢 基本上看到民调 刚刚李正好已经解释了 基本上大概是 大家觉得是个 搞笑的一个民调 出来结果事情是 请问一下舆论在哪一边 舆论在郭台铭 理论上你今天 如果侯友宇真的被提名了 那他的正当性够了 郭台铭任何生气 应该是骂郭台铭 但没有啊 就没有 这问题就很严重了 好 我们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 好 我们刚才讲了 那有没有大咖 就是真正所谓大咖 跳出来来支持韩国瑜 其实我觉得马英九 也不会在乎啦 那个卢秀燕 也不会那么在乎 其实大家在看的一个人是谁 他心知肚明嘛 就是韩国瑜嘛 你看当时郭台铭 跟韩国瑜道歉的时候 韩国瑜在脸书上面 至少回应 所以回应的部分 还是很多鼓励郭台铭的内容 但是话说来 他们既然还合体了 请问一下 韩国瑜跟侯友宜有合过体吗 韩国瑜这次侯友宜 在被宣布是总统候选 韩国瑜有站出来吗 没有 这个问题可大了 因为我们从各个民调里面 显示一件事情 郭台铭在军公教的比例 要嘛就是小输侯友宜 要嘛我们说各种民调 有些民调是侯友宜 是赢过郭台铭的 有些是侯友宜输给郭台铭的 那如果是侯友宜输给郭台铭的话 军公教这一部分 60岁以上赢定 郭台铭一定碾压侯友宜 那如果是侯友宜赢郭台铭的话 也是输最少的也是军公教 所以回头去 那我记得军公教又是谁的大标章 军公教是国民党最大的标章 当然不是每个军公教都一定支持国民党 我们是怪阔而言 所以这问题严重性到这个地方 好了 我们说第三件事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 这个炸弹太大了 你这一次的 我所谓炸弹太大是说 你把郭台铭用这种 不是一个合理民调搞掉 简直是对这些人来说 你就侮辱了中华民国 因为郭台铭是拿中华民国出来 侯友宜没有啊 所以你简直侮辱到中华民国的时候 请问一下国民党最大的票仓是什么 就是中华民国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严肃的话题的时候 这个炸弹太大才会有这个文传处 会做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 所谓的五项奥部 事实上我这么说一句话 从这个民调里面显示 绿营的人 某种程度就是说 你要让绿营去选郭台铭跟侯友宜 谁比较好的时候 民调显示不是郭台铭 是侯友宜 我说这个官方性的民调 但是网民民调怎么会是 这个说郭台铭贏过侯友宜呢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甩郭甩座 我要说的事情是 这些支持郭台铭的人 不论是比较支持 我说民调侯友宜胜郭台铭的 或者侯友宜输郭台铭的 对不起 40到49岁这个年龄层 是最支持郭台铭的 这些人全部被你惹怒了 还有20到20 20到29岁的 这些人因为你做了这个民调 说你把他们全部归类成 来你的时候 这些人全部生气 你觉得这些人会短时间 会觉得开心吗 所以回来会这件事情 当侯友宜变成三组人马 最可恶的人 就负面声量嘛 我们现在在说选举的时候 最害怕的 仇恨值啦 现在你已经把侯友宜变成是 柯文哲赖青的侯友宜 仇恨值最高的是侯友宜 我们也讲说 其实有两件事情 侯友宜是不可承担的 这个痛 第一个 侯友宜被笑话了 就是他被丑化了 就是喝喝做事 就被那种 就是大家丑化的时候 这件事情 其实对侯友宜很伤 也是很伤 这个是超伤 但是仇恨值 比这个更伤 所以我问一件事 会有现在你还有什么认调 可以说你会比柯文哲好呢 所以我们这样讲 当这个趋势 慢慢的明显出来之后 也就是说 你不是去安抚 这些郭台铭的支持者 你反而做的事情是 拿火去 让这些郭台铭支持者 你把我当作是 我讲个白铭的 把我抹成绿的 我这样讲 你说支持韩粉是绿的 这些韩粉一定暴怒 那一样道理 说这些郭台铭 这些支持者是绿的 他们肯定暴怒来看一下 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情 这些人最后经过 这几天的沉淀 只有10%的人说 他们可以接受郭侯配 不是侯郭配 是郭侯配 其他部分 全都是罢免侯友宜 投票给柯文哲 非郭不投 对国民党 侯友宜不满 全部没有一个是正面的 我请问一下 这时候你们文传会 要做的事情 竟然是把这些锅子 全部甩给民进党 这甩得漂亮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侯友宜这时候要发生了 当文传会 把说出这个都是事情 都是这个绿营市的事 绿营的时候 我问一下是 侯友宜当时你为什么可以 在去认这个新北市 两个原因 深绿的没出来投票 另外一个是 真的有浅绿的投给 这个侯友宜 所以这时候你更要站出来 说一句话说 文传会你不要做出这种民调 对郭台铭的这些知识者 我们保持高度的尊重 这是你要立刻做的 结果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 所以我们再说一句话 侯友宜不是只有新北市政 做得烂 他连危机处理都做不到的时候 那我这么讲 不要说朱立伦 这次整个操作很糟糕 其实侯友宜 你又好到哪里呢 侯友宜现在的仇恨值有多高呢 除了这些深蓝跟郭粉 极度愤怒跟仇恨之外 那现在侯友宜他的参战文 在他自己的脸书 竟然也得到了将近2000网友的大怒惯 瑞德哥这种情况很少见吧 连他参选的声明 竟然也一大堆人表达愤怒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我们就是认识 那么如果国民党在中常会决定 要征召侯友宜来参选总统 照理来讲你应该做好准备 比如说六都都应该到 那个台中的这个卢秀燕没来嘛 理由一大堆 其实可能是为了散这个台中捷运 棒下来的那个塔掉的事件 不过再怎么样是 中国国民党最大的事情 他还是应该要来 而且应该理论上 十几个执政的县市的首长 都应该到才对 为什么 因为以正绅士嘛 你不要跟我讲说 因为他们不是当然中常委 所以呢他们没有来 你少来这一套啦 以前国民党要做这样的 总统召集人的这个等于宣誓大会的时候 几百众没人站起来 这才叫大团结啊 而且那一天应该最终要来的人 叫做郭台铭 如果郭台铭是拉起了侯友宜的手 旁边是朱立伦三个在那边 团结一致的 然后一定要干嘛 那我问你们 今天我们还会讨论这些事情吗 今天包括很多的名嘴 很多的主持人 很多的媒体在爆料的这些东西 都不会发生嘛 那郭台铭不是为了这个事 还很生气吗 说什么国民党还说 什么有征召他 有那个通知郭台铭 但是郭台铭没来 后来叫他儿子打掉去 骂了半个小时吗 有就有 没就没嘛 那时候就觉得怪 为什么如果郭台铭就输了 输了我就算了 我想坦白就这样就算了嘛 官方盘连院赌服输嘛 可郭台铭他的郭伴 还要再做这样一个动作 还发声明说 根本没有接到要求 我就觉得怪啦 要照理来讲 你当时在国民党中常会 难道你是怕郭台铭 那么他这个输不起 所以呢 在这个中常会上面呢 在全国媒体的面前呢 放炮 所以你不敢叫他来吗 那你如果叫他来的 把事情说清楚 讲明白不就好了吗 那么我也没有看过 我想坦白的 那一天侯友宜的 四分钟的这个参选声明 就是他的起手势 我的天啊 除了说要政党轮地之外 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东西吗 没有其他论述 他有没有其他论识说 他两岸外交军事国防 我常开玩笑说 侯友宜啊 那么很多东西啊 这个办案一流等等啊 问题是他这辈子 只差八个字 就是两岸外交军事国防嘛 他两岸外交军事国防嘛 你问李正浩 他懂得比我还少 李正浩可以作证 你知道吗 说我讲坦白的嘛 那我都可以当总统啦 你知道吗 他真的懂得比我还少 为什么没有做好准备 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做好准备 要当总统 偏偏 阿扁讲的没有错啊 一手提拔 他那阿扁讲的没有错啊 总统不用什么都知道 他只要知道 两岸外交军事国防就好了啊 对不对 所以呢事实上 因为侯友宜 所以他才会讲出那么空洞 我看了以后 瞠目解释 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 各位带我到网路上去 重新去寻找 赖清德在接受 民进党中常会 征召总统参选人的时候 他的演讲 比一下就好了 各位比一下就好了 不用我在那边多说 你们直接去看 比一下 那个高下立判嘛 一个在天堂 两个在地狱嘛 相信他还没有稿子耶 问题在这个地方嘛 好友宜那天也没有稿子哦 但问题是 说整个字 一直到今天 人家才去问他 郭台铭的事 再去问他很多的事 还是在那边 我们应该要热爱 我热爱中华民国 然后再说这废话嘛 哪一个不是这样 我想坦白 你不爱热爱你的家 不爱热爱你的国家吗 你不喜欢和平吗 哪个人都喜欢嘛 但问题是 你要说出具体 你要怎么做 比如九二共事 不然你也说一个 一种个表 好像乒乓一下 对吧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侯友宜最欠缺的 那除此之外 大家都误以为 侯友宜 在绿营上面 还有票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一切都已经 量变产生了质变 为什么呢 过去是因为 那么侯友宜 一直跟国民党 保持距离 以色安全 这就是深男族群 怀疑他是蓝皮绿谷的 最主要原因嘛 所以四大公投 保持距离 所以国民党的 这个朱立伦的尾牙春酒 他都不去 所以他故意刻意的 跟国民党保持距离 让这个深 让那个浅绿的 跟中间选民 不讨厌他 可是问题是 他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他现在就干掉了 郭台铭 他就成了中国国民党的 总统参选人嘛 他一定要跟这个 国民党尬在一起嘛 你知道吗 从林明珍 那么败选开始的 十几份民调 侯友宜的民调 你去 我去一份一份的去分析 你可以发现一个 侯友宜对他 侯正盈来讲 跟国民党很可怕的 一个现实 为什么 因为他在蓝营 没有办法拿到 绝大多数 你看哦 朱立 那个赖清德 在民进党里 支持者里面 都是八成以上的支持率 侯友宜拿不到 都只有六七成而已 除此之外 绿营的支持者 来了 在过去的感觉 他一定可以从绿营的支持者 这边拿到不少嘛 结果 他从绿营的支持者 这边只剩下五%不到 你知道吗 有好几个民调 都是五% 这是侯友宜 聚聚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过去人家说 潜绿 不讨厌他 我还看过 有一个媒体报道说 我还看过一个媒体报道说 胜绿也不会讨厌他 为什么 因为说 阿扁提拔他 他跟阿扁关系不错 天哪 阿扁是提拔他 阿扁跟他关系不错 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阿扁还叫他过去的称号 阿扁 说阿扁是他一手栽培的 一手提拔的 可问题是阿扁 你要知道 你本江心对明月 但是 人家是明月 照勾取用这样坦白的嘛 阿扁对你 阿扁 就问一下 阿扁在下来的时候 台北看守所跟台中监狱 他有没有去看你 阿扁 那么 自己本身保外就义的时候 朋友有没有去看你 很简单嘛 都没有嘛 没有嘛 那叫什么 那叫忘恩负义嘛 我想坦白的 没有当年的阿扁一手提拔 侯友宜 哪有今天的侯友宜啊 五十回不到 当了这个警政署长 一天派委所的主管都没当过 一天分局长都没有当过 我想坦白的 就能够当警政署 阿扁一手提拔 不是做直升机 是做火箭冲上来啊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哪拿得到所谓 胜率的支持者的票 而他现在 包括潜率都拿到不到五成嘛 在所有的民调里面也显示 年轻人最讨厌的就是侯友宜嘛 年轻人我跟你讲哦 其实我告诉各位 礼拜三 因为郭台铭太天真了 商场上的老狐狸 竟然被这个朱立伦给拐了 给骗了 他误以为自己会获得提名嘛 那么我看了这个今天 这个黄光晴有更多的 这个相关的爆料嘛 竟然说朱立伦要接见这个 等于说郭台铭的时候 是做货提上来的 天哪是真的假的 我的天哪 这一连串的新闻 我跟你讲 我就不像以前道歉 就都闹ré 我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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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